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美国有一个专门纪念逃港死亡的知青的纪念 这两年特别是疫情以后 好像又一波逃亡潮来了 不是逃香港了 应该说新的一波逃美潮吧 经济话题已经列入到高度的政治敏感话题了 有钱人要跑都像发了疯一样的 美国边境南街的人口走线的 其实现在与中国人居多 威邦不入乱邦不拘 中共四九年掌握政权之后 中国大陆出现了好几波的大逃亡潮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